我在御门关外的军阵醒来,恍惚如梦,不敢相信。 我身为皇帝庶母,却因与皇帝传出丑闻为是人所不齿, 明明已经被太皇太后的一杯毒酒送回了西天,怎么会出现在御门关呢? 夫儿醒了吗?外面响起车马嘈杂声,有人在门外开口问道。 枝呀一声房门被推开,有人逆着光走了进来。 我躺在床上,浑身酸痛起不了身,光亮从门外透进来,强烈的光线让我不得不眯起了眼睛。 夫儿,夫儿,那人来到了我的床边,轻轻地推着我。 我艰难地张开眼睛,那人的轮廓渐渐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那是一张十六七岁的脸,眉眼间还带着点稚气未脱,却隐隐透出些韶会英朗来。 二哥哥,我惊讶出声,却也是一嗓的奶音。 我愕然地捂住嘴巴,却发现这是一只明显孩子的手。 二哥却没有发现我的异常,自顾自地在收拾东西。 快息起来吧,我们准备回府了。 过了一会,听到我还没有动静,他转身笑我,再马上摔了一脚。 你都躺了三天了,又没有受伤,快点起来了。 他冲过来快速地刮了一下我的鼻梁,那温热的触感让我很难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梦境。 我跟着二哥哥朝大部队追去,他牵着马我静默地跟在他的身侧。 你还敢骑马吗?父亲不放心把你的小白马没收了。 我只是沉默,怕一开口就会打破这个梦境。 忽然前方的人马起了骚动,一阵混乱。 我和二哥哥相视一眼,便朝前方跑去。 原来是突厥人的猎犬冲进了我军的队伍里,还咬了人。 突厥人打猎,竟然都打到我朝边阵来了。 这恐怕不是在梦里。 父亲和大哥在用突厥语和对方交涉。 我们扣留了他们的猎犬,并要求他们立刻离开我朝边境。 对方很是嚣张,要求我们归还猎犬,双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 对方说他是突厥大王子阿什纳哈之儿,带领部下追赶猎物时,不小心闯入了边境线,希望我们归还他的猎犬,并且护送他们退回边境线。 简直一派胡言。 突厥与我朝休战数十年,却一直野心不死在边境,与我军一直偶有摩擦。 每逢收获的季节,经常侵入我朝边镇,掠夺牛羊和粮食,屡禁不止,十分扰人。 此刻他们的队伍后面,还赶着从我们边境子民那里掠来的牛羊呢。 呸,不要脸,大哥端坐在马背上扭头骂完,转过身去,又继续又突厥与突厥人交涉。 我记得这件事,就是在这一次我用弓箭射伤了哈之儿。 因为他们这次不止抢了牛羊粮草,还抢了人。 将军救命,救救我们。 突厥人的队伍中,一名女子奋力挣扎想要冲出队伍,看她的装扮分明就是汉人。 之前,她被高大的突厥人挡在人群里,所以没有被看见。 因为这名汉人女子的出现,双方的气氛一下子紧张到极点。 父亲质问,哈之儿这是怎么回事? 哈之儿只是不以为然地说,这只不过是她逃跑的奴隶,我们无权干涉,还要我们赶快放他们离开。 由于突厥人实在嚣张,所以不可避免地就起了推丧。 哈之儿不肯放人,我们也不肯放她离开,于是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举起了刀,要砍死那个女人。 死无对证,我们就无法追责。 简直丧心病狂,竟然要当着我们的面斩杀汉人。 我开弓射飞了她手中的刀,她自觉受到了挑衅,陆木原真狠狠地瞪着我,我抿了抿嘴,不以为意。 头一次不知后果,我就敢伤你,这一次自然也不会手软。 哈之儿无法容忍被一个小女娃如此冒犯,气急了只喘着粗气。 刺拉一声,又抽出了侍从的配件,仿佛非要砍个人给我看看。 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弯弓射中了她的左臂。 步兵反应迅速,立刻迟钝不在阵前,双方手持刀弩对峙,争斗一触即发。 我们在行军途中,装备齐全,突厥人是借故掠夺,所以是轻装上阵,若此刻打起来,他们根本占不到便宜。 所以,一开始就自报姓名,希望引起我们的重视。 哈之儿虽然冲动,但并不愚蠢,所以此刻他只好丢下物资,忍气吞声灰溜溜地逃回突厥崖崖障去。 父亲端坐在马背之上,高大的身影像一座大山,他赞许地摸了摸我的头。 没有人比我动手更合适,我只不过是个孩子,哈之儿不嫌丢人的话,仅可以把事情闹大。 到时候他就可以看看,突厥汉王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更瞧得起他。 我们就吓了那名女子,由大哥护送她回家去。 上一世就是因为此举而凑成了一段姻缘。 回到了御门关内,父亲去了刺事府交差,我和二哥哥回到了我们的将军府。 我上一世魂牵梦营想要回到却不能回到的地方。 夜晚,我坐在府中的屋顶上看月亮,细细回想此刻发生了一切。 惶恐如梦,觉得这一切都太不真实,怕一觉醒来,我不过是在冰死边缘,徒劳挣扎而已。 二哥哥也爬上来,坐在我的身边为我披上披风,小心着凉。 夫儿看什么呢? 看月亮,御门关的月亮与长,别处的不同,我轻轻地说。 御门关的月亮又大又圆,明目张胆地悬在天际卸下轻轻冷冷的灰,无遮无挡坦坦荡荡。 长安的月亮温温柔柔的实明实暗,让人觉得很脆弱,仿佛风一吹,就会柔柔地样开,消散在风里。 二哥笑起来,温柔地揉揉我的发,我们夫儿难道还看过别处的月亮? 我笑着摇摇头,看过了御门关的月亮,便再也不想再看别处的月亮。 大哥此刻和三哥正在院子里喝酒,听到我们谈话,转过来看着我们,大声说,我们夫儿还没离开过御门关呢。 等父亲今年回京树植的时候,夫儿你也可以一同去长安看看,那里可是我们的故乡呢。 一旁练剑的四哥也停下来,是啊,我们都好久没有回过长安了。 我真想回长安看看,四哥神情认真,语气中充满了向往与惆怅,我心里也有些不知名的惆怅。 我曾经那么想要回到御门关,哥哥们却好像更向往长安。 但是我最终死在了长安,哥哥们也一生未能离开御门关。 在此刻,我才终于懂了什么叫造化弄人,什么叫求而不得。 就是,是该回长安看看,我们在这里吃沙子不要紧,可不能让夫儿也在这关外野赛长大,大哥想了想补充道。 我连忙摇头,我喜欢在御门关前一世父母接连世事,哥哥们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由我和五哥回京守桑的。 我才会在三年后的公宴上,被朝廷注意到,只婚给太子。 我嫁进东宫做侧妃时只有十五岁,当时的太子与太子妃都已经是可以做我父母的年纪。 太子妃是很和善的人,太子待我也很好,可她与太子妃抗力情深,再也容不下别人。 但她们又很善良,她们同情我爱护我,更重要的是没有无视我,没有让我无人问津,孤零零地在那个积极深宫虚度一生。 她们把我当家人拿我当女儿一样地养,所以整个东宫从没有人把我看作是良地,却一样对我恭恭敬敬。 我一生都未获过宠幸,却拥有所有爱与宽容,足以算得上是顺遂人生。 可后来,我年纪轻轻二十几岁就做了太妃,却英语名义上的儿子传出丑闻影响恶劣,而为太皇太后所不容,被赐独酒一杯,结束了一生。 这一次,我回到了故事开始的地方,我要试着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我想让所有人都能有好的结局。 三哥送了我一块原石,手心大小,我觉得可以做形状,一连几日我都在捣过这块石头。 我细细打磨着手里的玉石,晶莹剔透的玉石已经隐隐有了形状。 大哥进来时,我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步的抛光。 你这几日窝在屋里做什么呢? 大哥好奇地凑过来瞧,我把打磨好的玉石塞到他手里。 诺,自己瞧,那是一块杨之玉打造的玉如意, 小小一尊掌心大小,玲珑剔透的可爱极了。 不会是给我的吧,大哥一脸不敢置信。 给你的,我点点头。 不会真的是给我的吧,大哥的表情更夸张了, 不过脸上的笑却已经快藏不住了。 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我笑着肯定,真的给你的。 唉,给我的。 大哥很得意说着,就跨出门去往外走, 我要拿去跟月山川河炫耀炫耀。 省得他们老是不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 我们家兄妹等级划分严格, 甚至连吃穿用度,全都是按等级调度。 嗯,大哥是等级最低的那个。 我笑呵呵地转身拿起墙上的弓, 到院子里去练剑。 是给未来小折的, 我路过大哥时毫不留情地补充道, 大哥的笑脸瞬间搭了下来。 我还没成婚呢, 他拉长一而抗议着。 这时,我已经拉开了弓, 去射树上挂的蜜剑, 我松弦离弦的剑瞬间飞出。 没有几日了, 我话音落,蜜剑也落了满地。 大哥并没有注意我的话, 只是凑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颇有些自豪地说, 我们疯不愧是天生的神射手。 听着大哥这似曾相识的话, 看着远处掉落的箭矢, 我似乎有些了解了我, 为什么会是天生的神射手。 我近来练剑变得格外卖力, 每天搭工不下一千次, 院子里到处落满了箭矢。 哥哥们好奇地围在我的身后暴毙讨论, 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如此用功。 上一世, 大哥的婚期撞上了军中换房的日子, 父亲在这一日带了小队人马去关外巡视, 途中为就一支过路的胡人伤队, 落入了杀匪的陷阱。 虽然好不容易突出重围, 却身受重伤不治而亡, 娘亲也伤心过度, 一病不起, 最终也随父亲而去。 大哥因为此事, 伤心又愧疚, 一直无法面对长嫂, 他一看到长嫂, 就会想起父母的悲剧。 所以我的第一个小侄, 才会在他们成婚舞, 六年之后才出生, 那时我入东宫都已经两年了, 当时大哥在信里向我讨贺礼, 我又不知该送些什么。 所以这一次, 我亲手打造了一支玉如意, 补上。 也希望这一事, 大家都能得偿所愿, 趁心如意。 二哥在帮我捡院子里散落的剑, 三哥从树上跳下来, 揉了揉我的头, 我们Full又不用上战场, 这么用功做什么。 是啊, 你再这么用功下去, 可就要把哥哥们都给比下去了, 大哥乐呵呵地调侃我。 我只是一笑置之, 并不说话。 大哥, 走了, 三哥拿起自己的剑和枪, 准备去军营。 大哥点点头, 拿起自己的铜盔就要走。 大哥, 我上前一步拉住大哥的袍子, 眼巴巴地看着他,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我想去军中看看, 多走动走动。 我跟着大哥他们来到了军营, 看他们练兵, 看他们排兵不振, 看他们对着沙盘演练兵法与战略。 我想弄明白,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朝廷迟迟不肯与突厥对战, 一味无视突厥人的野心, 极力粉饰太平, 放任突厥在西域不断做大, 成为威胁我朝边境的最大隐患。 致使上一世两军到了最后不得不开战之时, 面对有备而来的突厥大军, 我朝才会节节败退, 甚至提出要割让烟云九州。 回府的时候, 我跟在大哥后面, 迎面走过一对新兵, 末尾的那个人一蹶一拐的步伐, 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转过头去, 只看到他的侧脸, 我觉得他有些面熟, 却一时想不起究竟是在哪里见过。 大哥见我有些疑惑, 于是说, 每年都有扁平族的新兵, 再多练几日就好了, 虽然我实在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却还是回过头, 冲大哥点点头, 表示了解。 出了军营, 发现营外站着个姑娘, 背对着我们似乎在等什么人, 我开始并没有在意, 只是大哥看到那女子的背影, 却十分高兴, 点着步子, 跑到那女子身后, 拍拍他的肩膀。 那女子茫然回头看到, 来人是大哥后, 笑得十分甜蜜。 他递给大哥一双新靴子, 大哥双手接过,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 只知道他们聊得很开心。 他们在夕阳下畅快地交谈, 时不时发出一阵悦耳的笑声, 满天的霞光撒在他们的身上, 温柔地为他们镀上了一层金光, 落日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 他们的影子靠得很镜像一对恋人彼此依偎, 就连我也不由地勾起了嘴角。 我知道, 我们家很快就要多添一口人了。 晚饭时, 我与父亲母亲说起这件事, 一向严肃的父亲只是摸着下巴, 与母亲商量着何时去为大哥提亲, 母亲笑出了眼角的皱纹, 已经开始与父亲商量着要送什么样的聘礼。 哥哥们闹在一处隐于打趣的大哥, 大哥不太白净地连此刻已经红得有些发黑。 欢声笑语, 随着下一夜微凉的清风, 飘荡在府中, 入眼的是一片祥和与温柔。 入夜,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人哭着求我不要死。 他说是我替他受罚, 教他骑马, 陪他走夜路。 他说是我陪他长大, 等他回家, 与他青梅竹马。 他说我是他的月亮, 是他的半条命。 没有了我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走今后的夜路, 我看到他身处高位历经图治, 却估计一声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最后积劳成疾, 在一个山洞里草草结束了一声。 我很难过, 我哭着从梦中醒来, 入眼就看到了墙上挂的弓, 恍惚觉得自己仍在梦中。 我掐了掐自己, 疼得我倒吸冷气, 才松了口气, 这才完全清醒过来。 我擦了擦额头的汗, 还好是梦。 梦醒之后再难入睡, 眼前却突然划过白日那个一瘸一拐的新兵的侧脸。 脑中白光一闪, 忽然一起那人我究竟是在哪里见过? 那人不正是当时伪造书信, 将我匡出东宫, 企图与突厥小王子, 将我拐去突厥, 以此离间我们谢家与朝廷的周然吗? 周然竟然真的在大哥手下当过兵, 那他为什么又会和阿史乃阿巴混在一起? 他又为什么要陷害我谢家? 我思绪万千, 看来想要不重蹈覆辙, 即使终活一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次日我随大哥去军营的时候, 向大哥要来的新兵名册, 果然在上面找到了周然的名字。 我找到了与周然接触过的士兵, 打听周然的情况。 他们说, 周然是个孤儿, 是被野狼养大的, 脾气将认死理, 不好相处。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被一群老兵按在墙角暴走。 住手, 我出言制止。 众人闻言立即收手, 转身向我建立。 六郎, 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 自从我的骑射赢过了军中中将之后, 军中所有认识我的人, 对我的称呼都由六娘改成了六郎。 开始只是几位殊败的细血, 后来就在军中叫开了。 为什么欺负新兵? 我难得的急声力色, 还是有些震慑力, 众人都不敢抬头面面相去。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自己去将军那里领罚, 不容他们辩解, 便丢了个眼神, 让他们离开了。 然后像倒在地上的周然伸出了手, 周然带着警惕与戒备看了我一眼, 迟疑地伸出手。 他们为什么欺负你, 我将他拉起来后问道, 这话你该去问他们, 周然捂着肚子站起来, 一句话就叫我炸了蛇。 周然一蹶一拐地往前走, 走到一半, 又顿住回头默然地看着我说, 你今日罚了他们, 来日他们只会变本加厉, 周然如今不过二十多岁, 个性倒是有棱有角, 我上一世初见他时, 他已经是三十出头的年纪了, 要比如今事故圆滑得多。 他是怎么叛逃到突厥人的阵营里的呢? 还是说他从一开始, 就是突厥人的奸细, 我沉默地想着, 事后就去找大哥, 把周然要来给我当了护卫, 只有我知道周然的底细, 把他放在我身边, 我才能更好地盯着他。 惬意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 眨眼间半年过去, 周然在此期间并没有什么异常。 大哥的婚期也定了下来。 大哥的婚期定在了下月十五, 下月十五正是军中换房的日子。 这半年来我每天骑马射箭看兵书, 顺便跟二哥学习医术, 从未间断, 也经常与大哥去军营, 偶尔替他们带着新兵列列验骑射。 很快到了大哥的婚期, 我等的就是这一日。 昌和八年, 腊月十五, 将军府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大哥身着脊腹喜气洋洋, 站在门口迎宾。 父亲身着铠甲端坐马背, 准备进行他今年的最后一次巡视。 本来长子成亲父亲是可以休假的, 可是年关将至军中所事繁多, 戍边的将领们经过一年的戎马空总封杀亲席, 都指着年底的休假放松休息陪伴家人, 刺史大人实在抽调不出人手, 这苦差事便落到了父亲手里。 我身骑白马, 跟在父亲身侧, 我好不容易才说服父亲戴上我。 因为戴上了我, 父亲又多带了几人护卫, 我期望着能仗着人多势众能喝退杀匪。 告别了母亲和哥哥, 准备出发向御门关爱出发, 二哥跟出来要与我们同去。 父亲古怪地望了我们兄妹一眼, 刚要动怒。 父亲, 带上二哥吧, 我连忙开口, 对于父亲来说, 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寻事, 可我知道这是他的生死大劫。 他可以照顾我, 父亲责备地看了我一言骂了一声, 胡闹, 便打马出发了。 我笑着回头看向二哥, 父亲没有拒绝, 就是默许了, 二哥点了点头, 翻身上马, 跟着我们出发了。 我们的队伍刚出御门关外, 就遇上了风沙, 众人爬在马背上蒙住口鼻, 低着头艰难前行。 狂风席卷, 吹得我的围帽一摆乱飞, 耳边是烈烈的风声和潇潇的马鸣。 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过如此恶劣的天气, 但是我很高兴, 御门关的风再怎么烈, 怎么也吹不到长安城。 不知前行了多久, 忽然有探子来报。 报, 前方发现一名受伤的胡商, 来了。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还未等父亲发话, 我便从怀里掏出来一只烟花, 点燃放飞。 我已经与三哥约定好了, 只要看见我的烟花信号, 就立马带兵营救。 父亲回头胡怡地看了我一眼, 便派人带队去救人。 这时, 前方马蹄声震耳沙匪踏沙而来, 出现在沙丘后方, 他们挥着长刀短剑, 斩杀着手无寸铁的无辜胡商。 事出我朝疆土, 不得不管。 二哥的令之后, 身先士卒, 带兵冲进混战, 解救胡商。 按理说, 沙匪遇上正规军, 应该立即窜逃才对。 可此刻摇风呼起, 扬起风沙遮天蔽日, 使得大家寸步难行, 众人只能紧闭双眼低伏马背, 指令马儿跪地, 以防人仰马翻。 对面的沙匪也好不到哪去, 他们来不及上马, 只能就地卧倒趴在沙丘上。 过了很久, 风声渐止, 狂沙渐息, 众人身上都落了满满一层黄沙。 大家终于能从风沙里抬起头, 站起身, 扑速速黄沙落了满地, 在众人脚边形成一个个小小的沙包。 众人拍打抖落身上的黄沙, 然后就开始救人。 沙匪和胡商都已经被封沙掩没, 此时都在沙中挣扎, 众将士上前, 把他们一个个从沙中扒出来。 一边把沙匪制服捆好, 一边救助伤员, 我和二哥负责为受伤的胡商和沙匪止血, 胡商想寻求庇护, 提出要与我们同行父亲答应了。 一切整顿完毕后, 队伍继续上路。 直到这时, 我才松了一口气。 只要这次我们没有乘胜追击, 就不会落入沙匪的陷阱了吧。 可是就在我们行至一处峡谷时, 却还是中了沙匪的埋伏, 他们隐藏在戈壁之上, 带我们进入峡谷, 就发起进攻, 四面八方的箭矢铺天盖地飞来。 周然给我当了大半年的护卫, 此时离我最近的是周然, 箭矢飞来之时, 他离开就把我护在了身后。 我敏唇沉思, 这半年的相处, 加上他此刻的举动, 这样的周然他真的会叛敌叛国吗? 周然把我拉下马, 塞到步兵的盾牌下, 扭头便加入了战斗。 虽然我是神射手, 但我只有十来岁, 现在的我不过是个孩童, 此刻只能躲在步兵的盾牌之下。 究竟是什么样的沙匪这么大胆, 竟然敢袭击军队? 他们箭矢粗糙且有限, 为什么就敢围攻我们? 我全神贯注地关注着眼前的战斗, 突然发现身边竟然有人同样跟我一样入神, 那是一位狐足少年十五六岁的年纪, 也是被人塞进了盾牌下, 小心护住。 这少年面容销瘦, 有一对蓝色眼珠, 当他转头看向我的时候, 我立刻认出了他。 他是少年的阿史拿巴, 那位突厥汉王最疼爱的小王子, 就是他与周然设计要将我绑走的。 可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我脑子里电光火石拼命回忆, 昌和八年, 昌和八年, 我在心中默念, 昌和八年, 除了大哥成亲父母双世, 到底还发生过什么? 哦, 昌和八年, 突厥大业户篡政重伤突厥可汗阿史纳和林, 最后篡政失败, 被突厥大将切德砍杀。 那这次这位小汉王出逃, 应该就和这次政变有关系。 而这群杀匪也绝不会只是杀匪而已。 可我现在只有十几岁, 我能做什么呢? 那少年终于发现我在看他, 疑惑地回望我。 突然一只流剑从盾牌之间的缝隙中飞进来, 直奔他而去, 几乎同一时间我也朝他扑去, 甚至身体还未得到指令, 几乎完全是下意识反应。 他绝不能死在我军之中, 会给父兄带来麻烦的。 少年躲过了流剑, 我却被箭矢擦伤, 还好只是擦伤。 我皱着眉头, 看了一眼肩膀上伤口, 转身去看阿什纳阿巴, 那少年防备地看着我。 我也不打算说谎直截了当地说, 我认得你, 我不能让你死在这里, 我捡起地上的箭矢, 却发现这些箭矢完全不像 我想的那样粗糙, 反而是金刚制造军用标准。 怪不得, 上一世父亲会被一群杀匪重伤, 原来是误打误撞, 卷入了突厥人的内乱, 被突厥的内争所累。 怪不得上一世, 此使令对父亲的死含糊其词, 拒绝我们追问。 父亲是边境守将, 常年驻守御门官, 外遇匈奴内守边官, 身份敏感地位特殊, 如果朝廷知道了, 父亲卷入了突厥人的党征, 势必会影响朝廷对父亲的信任, 也会给玉门官中将带来祸端。 所以, 这场风波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时那少年不以为然地笑了, 你认得我? 难道不是因为我相貌英俊才就得我? 我不禁一愣, 哑然是孝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两方还在激战, 我们俩躲在盾牌之下不敢乱动, 对方要杀这位突厥小王子, 显然是势在必得有备而来。 只是党争霸了, 突厥大可汗有13个儿子, 为何非要追杀这个最小最弱的小王子? 难不成他们也知道, 这位小王子才是汉王心中主义的继承者。 我看向身边的这位小王子, 不可否认他就是未来突厥的大可汗。 小女郎, 我看你们将军寡不敌众, 就要输了我现在要溜了, 你要不要一起? 他笑得轻挑, 语气却对连累我们这件事不以为然。 我瞪了他一眼, 救兵很快就到, 三哥很快就会来。 见我笃定他也不再多劝, 小女郎, 救兵不会到的路太远了,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扭头就要走, 我一把扯住他的袖子, 不能叫他走, 我要他欠谢家军一个人请。 怎么? 舍不得我走, 阿史拿回头看我, 狡黠一笑, 我回赠他一个白眼。 僵持着, 前方马蹄声阵而卷起狂杀呼啸而来, 三个领军终于赶到以呼啸之势冲了破包围, 顿时军心大震, 瞬间便扭转了局势。 阿史拿惊讶地看着我, 料事如神啊。 战事已停, 三军扎营休息整顿。 这一次, 父亲没有受伤, 阿史拿也向父亲表明了身份, 并被父亲奉为座上宾。 所有人的命运从这一刻, 开始走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 但对于他们突厥内部的争斗, 父亲却始终不愿讨论, 更不想插手。 也不该我们插手。 只是向阿史拿承诺会保障他在我军时的人身安全。 毕竟除了我, 谁也不知道这次党争的结果。 如果阿史拿和林斯在这次的叛乱里, 那么阿史拿阿巴一个失去庇护失去王子头衔的突厥人 还怎么回到突厥去? 父亲显然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承诺会保障他在我军的人身安全, 父亲这是打定主意, 就算突厥一拳, 也要保住这位突厥小王子了。 这样也好, 卖一个人情给未来的突厥可汗也不是什么坏事。 众人都在忙碌, 只有我无所事事, 只好拿起弓到前面的空地练剑。 阿史拿不知何时来到我的身后, 原来你剑法这么好。 我放下弓, 看着远处为我剪剑的周然, 思考着他和阿史拿是如何结下的渊源。 漫不经心地说, 你憨话说得也不错。 阿史拿接过我手中的弓搭剑, 不如我拐了你回突厥, 要你做我的小女奴, 剑飞了出去射到周然脚边。 周然怒视着阿史拿, 阿史拿笑得愉悦, 丝毫不带歉意地说, 抱歉抱歉, 本王子失手了。 阿史拿把弓还给我继续刚才的话, 你教我汉话, 我教你骑射。 我玩耳一笑看都不看, 随意地拉开了弓, 盯着她的眼睛, 想看清她眼里的真实想法。 嗖的一声剑离弦去, 不偏不倚落到了周然的左脚边。 因为刚才阿史拿的剑是落在了右边。 哦, 教我剑法, 我不屑地看着她。 阿史拿倒吸了一口凉气, 愣在了原地。 我六岁开工, 活了两世, 到如今前后练了近二十几年的剑, 用得着她来教。 我若不是太过心软, 她是早已和哥哥们一样纵横疆场了。 远处地忠然抬起头看过来, 正好看见我把弓塞到阿史拿的怀里, 任命地叹了口气, 拔出插进泥土里的剑。 三日后, 突厥王杖传来消息, 叛乱平定逆贼被大将军切德所杀, 已经平定局势, 阿史拿和林青商无碍。 父亲亲自送阿史拿, 阿八出了军营, 阿史拿临行前特意找到我, 小女郎, 我们后会有期了, 最后, 她用突厥语快速说了一句什么, 我听不懂, 只是觉得她笑得随意又轻飘。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我, 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故事才刚刚开始。 永宁元年, 我十五岁, 年关, 父亲回京树植, 我们举家回到了长安。 哥哥们都很兴奋,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回来过了, 一到府门口, 就冲进去找相熟的堂兄族妹叙旧去了。 我和五哥的马车慢悠悠地跟在最后面, 最后一个来到府门口。 我下了马车, 看着将军府高大的门楣, 有些微微出神。 小妹, 怎么了? 五哥关心地问。 我笑着摇了摇头, 这是对面驶来一辆滑跪的马车。 一阵清风拂过, 掀开了马车的窗帘, 一张熟悉的侧脸映入眼帘, 我呼吸一致, 心里惊呼太子妃娘娘。 因为娘娘是轻车俭从, 并没有开罗名道, 所以线下我们的马车,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于是他们, 只好停下等待我们的马车离开。 五哥认出了太子妃娘娘的车架, 于是上前赔罪, 下河不知娘娘升假出行, 冲撞了娘娘的车架, 还请娘娘恕罪。 娘娘卷起车帘, 望了过来, 带着一如既往的平和与温柔, 原来是谢大将军回来了, 他自顾自地呢喃着, 语气中带着难掩的落寞与哀伤。 但他很快又扬起笑容, 无妨, 小将军不必多礼, 待我向你父亲问好。 与娘娘的马车擦架过的时候, 我还在愣愣发呆, 眼前的娘娘还是那么美那么温柔, 唯一不同的是她看向我的眼神, 不再热气、慈爱, 而是淡淡地疏离与平静。 我不再是她养在东宫的小女儿, 她也不会再温柔地为我梳头。 中活一次, 竟让往昔的那些温情与美好, 都成了日光下的泡影, 成了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试试一场大梦, 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与我同行。 娘娘未嫁时也曾上阵杀敌, 与父亲有过同僚的情谊, 五哥细心地为我解释。 我大为震惊, 愣证了好一会, 这是竟从未听娘娘提起过,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过了半晌才开口问道。 今天是冬月初七, 冬月初七, 我心下一片哀伤, 冬月初七是娘娘父兄的忌日, 娘娘这是去拜祭父兄去了。 父兄忌日, 又于昔日占有回京, 触景伤情, 娘娘此刻该有多难过。 小哥, 你能不能去采一捧梅花给我, 我想在这里等着, 再见娘娘一面。 我怀抱一大捧梅花, 静静地站在府门口, 等了小半个时辰, 等到天空飘起了小雪, 才看见娘娘的车架 从路尽头驶来。 我平住呼吸紧张地等待, 就连抱着梅花的手 都在微微颤抖, 看着娘娘的马车 从我面前缓缓驶过, 忍不住就要跟上去。 忽然马车却停了下来, 娘娘先看帘子柔声问我, 你就是谢家妖女吧。 我肩步走到车窗下 忙不迭地点头, 连脸上急切的神情 都忘了收敛。 这下雪的天, 你站在府门口做什么, 说着递给我一个汤婆子。 我接过汤婆子, 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往事历历在目, 可是娘娘却再也认不出我。 我鼻子一酸, 强忍住想哭的冲动 将怀里的花塞给娘娘。 娘娘, 花开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说完我再也忍不住匆匆行了个礼, 便转身回了府。 我怕我再多看她一眼, 就要忍不住哭出声来。 回到府中宫里, 就传来的圣语, 宣父亲与我一同进宫。 我心里忐忑, 不知道陛下为何突然要见我。 父亲只是摸着我的头安慰地说, 疯别怕, 陛下只是想见见你, 父亲的手掌宽厚语气坦然, 让我分外心安。 我随着父亲一同进了宫, 父亲先被宣进殿去, 应该是在谈论边关的边防与政务。 半个多时辰后, 陛下才宣我进去。 我航完君臣代理后, 便扶手站在一旁, 只听到陛下同父亲说, 谢卿, 这便是你那养在御门关的春风吗? 回陛下, 正是臣的小女春风。 我上一次见到她, 她还在墙宝之中呢, 陛下似乎很有兴致, 与父亲闲话起了家常。 正那时还抱过她呢, 一转眼就长这么大了, 是的, 她牙牙血雨的样子还犹如昨日, 一转眼就长成人了。 父亲宫紧附和着, 朕记得她出生的时候, 正是与突厥恶战的时候, 对吧, 陛下转过头向父亲求证。 是的, 陛下。 结果, 她一出生, 突厥就祥和了。 这孩子有福气, 赶得巧啊, 陛下调侃着笑了起来。 我暗自叹了一口气, 因为我依稀记得, 我上次15岁, 陛下见了我, 夸了一句有福气, 结果我还没活到25岁, 就被一杯酒给毒死了。 父亲与陛下应喝了几句, 陛下忽然话风一转, 听说, 你这女儿骑射很好。 我万没想到, 我这一世在军营里出的那些风头, 竟传到了陛下里。 陛下亲自指了我去东宫, 叫皇孙骑射, 说要把我留在长安, 亲自为我择序。 父亲推辞不过, 只好应下。 现在的东宫, 就只有一个皇孙, 就是在我做太妃时, 与我传出丑闻的礼遇。 我看着他长大, 与他分享过秘密, 聆听过他的少年心事, 看着他当上皇帝。 却因为那份一起在东宫生活过的 不同旁人的那份亲后, 生出些让人难以启齿的流言, 最终连累了我的性命。 世事难料, 生命难为。 没想到这一次, 又因一道圣语, 将我们联系到了一起。 哥哥们知道我要去东宫, 叫皇孙骑射, 都很自豪, 围着我上蹦吓跳。 大哥却挨了, 父亲的骂说他都成了亲了, 还在跟我们胡闹, 唯有母亲叮嘱我要守规矩。 我看哥哥们嬉闹的样子不说话, 只是一味地傻笑, 有哥哥真好, 最亲的人都在身边, 真好。 这一次, 我们全家热热闹闹地, 在长安过了年, 饮图酥, 贴陶服, 看驱挪, 名炮竹, 门响双鱼药, 车轩白子铃, 血浓浓, 年味也浓。 过完了年, 便收拾了行李入了东宫, 那是陈因我进东宫, 拜见太子与娘娘时, 看着这个, 我曾经生活了近十年的地方。 那些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 那些珍贵的习语泪如今, 都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窝藏着那些珍贵的回忆, 在这广阔, 锋利的人世间, 举举独行。 一时间, 不禁悲从心来, 物是人非, 恍若隔世。 太子殿下与娘娘热情友好的接待了我, 虽然他们刚刚才失去了自己的小女儿。 娘娘说, 你入了东宫, 不比你在家时, 难免会有些不习惯的地方, 有什么需要, 吃得用的, 仅可来同我讲。 娘娘说, 如果不习惯一个人吃饭, 可以去同他们一起用膳。 娘娘说, 她时常一个人在东宫, 都没有人能陪她好好说说话。 她说她一直想要一个女儿, 可惜没有缘分, 再次听到这些话, 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的娘娘,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何种境地, 她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娘娘。 我嫁进东宫时她宽人接纳, 与她宿昧平生时, 她送我守炉, 入宫为师时, 她周到接待。 这样的娘娘, 我怎能让她重蹈 内痛失所爱, 郁郁而终的结局。 折香也罢, 希望也罢, 只要我努力尝试, 总会一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总会是以自天佑之, 极无不利。 这一次, 我一定会好好地守护着娘娘, 拼尽全力, 给她一个好的结局。 我与娘娘在偏殿静坐, 等着小玉下雪, 你就是黄爷爷找来, 教我骑射的小先生, 小玉还未踏进殿来, 就已经开口。 没规矩, 然而话音刚落, 就被随后进来的太子殿下斥责了, 还不向先生行礼。 小玉立刻乖巧起来, 郑重地向我行了一礼, 恭恭敬敬地称了一声, 先生, 我一向殿下行了一礼, 也向小玉回了一礼。 太子殿下将小玉交给我, 又嘱托了几句, 便离开了。 我便带着小玉去了教场, 盯着她射吧, 不时指点她几句, 然后就坐在一旁的聊下喝茶。 小玉在初春暖洋洋的日头下射了, 空了四五个箭楼, 此刻已经薄汗覆面, 筋疲力尽。 她走过来, 放下手中的弓。 我见状连忙递给她一杯煮好的茶, 以为她是累了要休息。 累了, 就休息一下。 小先生, 小玉斟酌着开口, 像是有话要讲。 你说, 我放下茶盏端正姿态, 侧耳细听。 小先生, 你是黄爷爷为我请的先生, 按理说我不该与你有何租语。 可我是皇孙, 我是诚心实意要学习本领的。 如果您不能胜任, 还请您自行向黄爷爷请辞吧, 说完向我恭敬的行礼礼。 我微张着嘴巴, 扼然了一会儿, 原来他这是不服我, 想到这我不由地笑了。 我拿起他刚放下的弓, 站起来, 抬眼看了眼天空。 此刻, 已是天地似合暮色迟迟, 正值圈鸟归巢之际。 我望着落日于麾下展翅的群鸟, 淡淡开口道, 小玉, 你见过圈鸟左翅的第三根羽毛吗? 啊, 在他错愕愣神之际, 我的剑以离弦一声极力的 艳鸣过后群鸟四散奔逃, 这时, 天空悠悠飘落一只蓝黑色的羽毛。 小玉这时才瞬间明白了我刚才的话, 不由地惊掉了下巴, 当时对我肃然起敬。 我看着他惊恶失色的样子, 轻轻地笑着说, 现在, 可以休息了吗? 他此时已经不敢说话, 只是忙不迭点头, 接过我手中的弓, 弓顺地扶我坐下。 看着他乖滑的样子我忍俊不禁, 似乎可以理解了, 太子殿下为何一直对他如此严厉, 半晌我发现他在偷偷看我, 欲言又止, 说我端起茶盏微泯一口。 小玉面露池以举着手里的羽毛, 瑟瑟缩缩地向我确认, 先生, 这根真是玄鸟左翅的第三根羽毛吗? 看着他未切又认真的样子, 我这次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直到笑出了眼泪, 才恢复正色, 正经微作认真道, 是, 我们小玉真的太可爱了。 小玉天性活泼, 我又是第一次教徒弟, 性子软又很难严苛, 很快他就与我熟络起来。 他是真的喜欢骑射, 被我的剑术折服之后, 学得也就格外用心。 整日围着我叽叽喳喳的, 恍惚间, 我似乎又回到了在东宫做侧飞的那些日子。 一时间竟有些分不清, 那些究竟是梦还是真实发生过。 与小玉其他的先生相比, 我对小玉的要求并不严格, 甚至可以说十分松散, 由于太过松散, 所以被太子约谈了。 谢小先生, 太子推过来一盏茶, 客气开口。 我诚惶诚恐, 殿下严重了, 小风愧不敢当。 我与你父亲年岁相当, 那我就拖个大叫你小风吧。 听说你从小长在边关, 三岁便能起码六岁就能弯弓, 十多岁就能百发百中, 灌尸穿扬, 太子殿下是个很和善的中年男人, 可能是他身份尊贵的缘故。 即使他对我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的, 我对他却总是有些惧怕的。 传言, 倒也不可惊心, 我小小声地回嘴。 三岁骑马, 是在父兄怀里, 六岁弯弓没射中过十步以外的靶子, 百发百中倒是真的, 不过灌尸确实没有试过。 远, 远没有传言中, 我生怕殿下对我期望过高, 要求我也交出这样一个小玉来。 倒也不是我不想交, 实在是小玉的自制, 差强人意, 实在跟我比不了, 况且小玉因为殿下的严格要求, 常年都要挑灯夜读, 这使他十六岁时就患上了眼疾, 看什么都散乱, 空中千片血, 朦胧雾上一重杀。 这使他的剑术永远也不可能达到顶尖。 什么? 殿下一脸疑惑,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连忙摆手摇头, 表示洗耳恭听。 殿下明显茫然地点了点头, 虽然没有听清我在说什么, 为表尊重还是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接着找回自己话头继续说, 以你的实力来给小玉的骑射做启蒙, 绰绰有余。 只不过小玉这孩子生性顽劣, 不肯用功。 如不严加管教放任自留, 只怕会荒废功课不成气候。 随着太子殿下的话, 我逐渐正色起来, 太子殿下对任何人都宽责矮然, 唯独对自己的儿子苛责严肃, 以至于他们父子之间始终都有嫌隙。 甚至那次让太子殿下血染沙场的出征前, 父子还在志气。 虽然小玉从没有说, 但他的心里始终是想得到殿下的认可的。 但太子殿下却好像从没有看到过小玉的努力。 所以此刻我有些生气, 太子殿下, 小玉或许顽劣, 但他绝不是不肯用功的孩子。 他只不过十来岁, 却每日毛起温书, 害时入眠。 恋剑时也是笔叶作咒, 滋滋哭哭。 纵使没有我的监督, 他也未曾有过一丝懈怠。 我明白您对他的期望过甚, 但也该个因其才靓丽而为, 而非一位严苛赤多, 无视他的努力。 小玉的骑射, 还请您在春搜中见分晓吧。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无礼地驳斥太子殿下, 说完之后, 好一阵, 我还凶如雷鼓, 忐忑不安。 太子殿下没想到, 我会这样急声力色, 一时语色尴尬地拍了拍腿, 小先生不要动目, 是我唐突了, 说完起身扎摸着离开了, 却在门口碰上了小玉。 父子二人没有说完, 小玉只是沉默地向他行了礼, 看着太子殿下离开背影, 我是既内疚, 又是后怕。 那可是太子殿下, 我怎么可以这么无礼地同他讲话? 还好太子殿下宽人, 不同我计较。 现在离春搜还有两个多月, 要在两个多月内使小玉的旗舰突飞猛进, 不可谓不难。 我之所以心急说出春搜, 是因为过了春搜, 父兄就要回玉门关了, 我想同他们一同回去。 突厥还在虎视眈眈, 只要突厥盘踞我西北边境一日 两国交战的风险就多一日。 我一旦滞留东宫, 说不好就会重蹈覆辙。 不如同父兄回玉门关去, 死死守住我朝的第一道国门。 好过困守东宫, 什么都做不了。 虽然我想让太子殿下 在春搜中看到小玉的进步, 但是对小玉的训练 却并没有格外要求。 依然是规定他 每天只要搭工一千次, 便可随意休息。 只是很奇怪, 即使我并没有刻意加重小玉的训练, 小玉现在却总是通常不等拉工八百次, 就已经累到抬不起胳膊。 见他小小年纪, 即使已经累得大汗淋漓, 即使拉弦的时候, 胳膊都已在微微颤抖, 却还要咬牙坚持训练的样子。 我总是于心不忍, 想到他还有繁重的课业, 所以干脆反而减轻了他的训练。 但是, 即使我一再减轻小玉的训练, 小玉每日的练习, 却一日比一日少, 从每日搭工一千次, 到每日六百次, 到现在的五百次, 一次比一次少, 小玉却总是不能完成。 虽然剑法经济了不少, 但小玉这种对待训练的态度 还是激怒了我。 离春搜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接近, 小玉每日的训练却越来越懈怠, 又一次, 她搭工不满五百次, 就打不直被抬不起万的样子, 彻底激怒了我。 我冲上前, 夺过小玉的弓, 就摔在了地上。 如果不肯吃苦, 就不要练了。 小玉只是沉默地垂手而立, 半嗓才抿了抿唇, 拱手行了一礼, 请小先生不要动怒, 小玉今日一定会完成训练的。 看到她挺直了几倍, 隐忍倔强, 又满眼愧疚的样子, 我又没来由地心疼, 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我对她 从没有如此不假辞色过。 小玉不该是这样会偷懒的孩子。 小玉, 你的剑法确实进步飞快, 但是技昌学舍, 八年有成, 你才学习多久。 我希望你能明白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勤则不愧的道理。 如果只是因为一点点的进步, 就沾沾自喜, 带多练习, 那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名神射手。 学生知错了, 学生从今日起, 一定会完成往后的练习, 小玉说着又一礼一礼。 我没有说话, 只是拿起一张重弓, 沉默地开闲射吧。 小玉也默默捡起自己的弓, 开始练习。 这一日, 我们沉默着, 各自射出了一千支白羽剑。 入夜, 我却睡不着, 于是干脆起身走走。 不知不觉靠近了小玉的院落, 此刻已经夜班三更, 小玉的院中, 却传出嗖嗖的剑矢声。 我推开院门走进去, 就看见小小少年, 单薄地立在凉叶中, 清冷的月光柔柔地铺满他全身, 月白的鼠锦, 在角角的月光下, 熠一声灰。 他曾记得抽剑, 搭弓, 瞄准, 松弦, 一支, 一支, 又一支的剑, 从他的手中飞出去。 院中早已散落无数只剑, 而他却似乎不知疲惫。 我在院中站了许久, 几度想要开口, 却几乎发不出声音。 直到小玉发现了我, 他吓了一跳, 大惊失色。 小, 小先生, 回过神来, 还是选择先向我行礼。 我哑了嗓子, 压下心中悸动漠然开口, 害时已过, 为何不睡? 学生, 睡不着, 想多练会。 白日分明已经练过, 为何还要晚间加练? 就因为这个, 所以才耽搁了白日的训练 是吗? 说着, 我又控制不住情绪激烈起来。 小玉惶恐地低头认错, 先生不要动怒, 小玉今后再也不会耽误白日的练习。 果然, 果然, 我深吸一口气, 尽量平静地开口, 我白日留给你的练习, 你已然完成, 并且已经完成得很好。 为何还要如此用功? 我攥紧了拳, 止不住地心疼。 这傻孩子, 一定是听到了我与殿下的交谈, 于是每日夜间偷偷练习, 所以到了白天才会精神不振, 无法完成训练。 但我嘴上却仍咄咄逼人, 你是觉得我年纪上轻资质不够, 给你布置的功课太过容易耽误你成为神射手, 我够不上做你的师傅, 所以你才要在夜间自己家练试吗? 学生没有这个意思, 小玉急切起来。 我, 我, 我只是不想在春搜上丢你的脸, 果真是这样,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颓丧地坐下。 我想起我曾经做的那个梦, 梦里, 她说我是她的月亮, 是她的半条命。 我不知道那个梦是真是假, 可是我很害怕, 我是她的庶母。 她却为了我, 她顶撞父母, 拒绝皇帝赐婚, 新婚之夜, 抛下自己的皇后, 拒纳嫔妃, 空置后宫十几载, 一生无死。 最后她落得个英年早逝, 我落得个独酒一杯。 这一次, 这一次, 我与她又会有着怎样的结局呢? 又想有着怎样的结局呢? 我白日里才说过, 绵绵若存, 才能用之不勤。 百步穿阳, 绝非一朝一夕可以练就, 欲速则不达。 春搜的事, 不用你操心, 无论如何春搜之后, 我都不能再在东宫待下去了。 然而, 春搜还没到来, 却先等到了突厥的使尘, 突厥内乱之后, 突厥王室元气大伤, 背后的土余魂和西域诸国 也开始蠢蠢欲动。 突厥可汗无计可施, 只好向中原靠拢, 派出使臣寻求中原庇护。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使臣正是突厥汉王的小儿子, 阿史纳阿巴。 陛下设宴款待使臣, 国宴之上, 父兄也接列席间。 席间阿史纳提及突厥内乱时, 曾接受过父兄相助, 借宴向父亲住久, 陛下听闻灯时就变了脸色。 阿史纳阿巴, 这分明是存心的。 刻意选择这种场合告诉众人, 父亲同突厥的党争有干系, 挑拨陛下对父兄的信任。 更可恶的是, 他说, 可汗希望与天朝联姻 已结勤尽之好。 而谢大将军早年 曾经救过小王一命, 所以小王斗胆向陛下 求娶谢家女郎。 突厥愿以国礼相待 与中元结为纯齿之邦。 资氏体大士官两国邦交, 陛下左右为难, 只好借故离席。 当晚就宣父亲进了宫, 彻夜长谈。 次日, 父亲就将我接出了东宫。 父亲与我严明了其中厉害, 身为谢家女儿的我是 绝不能嫁到藩邦去的, 但是突厥 有意连因指名道姓地求娶我, 陛下却没有推辞的理由。 所以围巾之计, 就是要尽快为我定下婚约。 然而, 陛下与父亲商讨了一夜, 也未想到合适的人选, 思来想去唯有太子殿下最合适。 不至于委屈了我, 也能堵上突厥人的嘴。 我心里一片欺然, 原来这就是上一世 我被匆忙指给太子的原因吗? 难道前世的一切又将重演了吗? 我是绝不能嫁进东宫的, 更加不能嫁去突厥, 于是我屈膝跪地, 重重行了一礼。 父亲, 女儿情愿削发维尼。 宵尽之后, 我穿上宽大的斗篷, 乘坐一辆不起眼的马车, 手持玉闸从将军府侧门悄悄出发。 马车一路向西, 通行五组上了玉街, 进了皇宫, 独自面圣。 临行前, 父亲曾用宽厚的手掌 抚过我的脑袋, 这是严肃的父亲 在表达他的慈爱。 父亲说, 此计若成, 则西北无唤矣。 只是这一去, 山高水险。 而啊, 千斤重担揭系你一身, 望你心存设计, 不改其志。 最后你要记住, 你是谢家的人, 谢家就没有苟且的人。 我拉住都冒吟着春夜清冷的晚风, 走在宫内悠长的涌道中, 脚下的青石, 在冰冷的月色之下, 散发着隐隐微微的光泽, 似乎预示着我那灰暗的前程, 而我的踏出的每一步, 却都更加坚定。 我的脑海中, 不断回想起父亲的教会。 这世上有比自身生死更重要的东西, 脚下的土地, 律法的尊严, 自身的职责, 家族的荣誉, 军人的忠诚, 黎民的安康, 国家的稳定, 腰间的傲骨。 我们有朝一日, 终会遇见需要用生命来捍卫的东西。 我跪在陛下面前一言不发, 乘上我连夜写旧的习文。 陛下接过习文逐字看完, 沉默两久, 久到大殿之内的空气都开始凝结。 殿中很静, 静到我能听到我胸内战鼓累累。 可陛下长久的沉默使我的心一点点沉寂, 我几乎已经忍不住开口, 终于殿内响起了陛下的一声叹息。 我开车老了, 老到没有雄心壮志, 老到比一个小女娃却还不如, 陛下扶着香炉悠颤颤地说。 我以头抢地, 诚惶诚恐, 陛下正值壮年, 在位数十年, 正通人和百姓安居。 可在您继位之时, 却是内忧外患一片动荡, 朝野上下风雨飘摇。 是陛下大刀阔斧, 挽狂乱于祭岛, 扶大厦之江青, 才有了这国泰民安的几十年。 陛下功德千秋, 史书会记得, 只是如今壮世暮年, 士气渐沉。 陛下只是叹息着, 小丫头, 你可知你要走的是怎样一步棋? 多少年, 多少王侯将相上 不能安定北京覆灭突厥, 你不过一小小女子安有如此心智啊。 若此即乃朝中王公将相所现, 陛下觉得此即可行否? 突厥狼子野心, 与我朝事如水火, 君不见六周百姓 受突厥夺掠流离失所之苦啊。 我重重叩头, 字字康强。 陛下并不信任我, 因为我人为言轻。 可父亲却支持我, 因为父亲坚信 我们与突厥终有一战。 这才让陛下有了动摇, 不然我根本就没机会单独面胜。 这次面胜也是父亲对我的考验, 成事者, 有谋还不够, 还要有勇有能。 陛下迟疑着, 小丫头, 玉门关外也有你父兄, 你只管嫁进东宫镇定保你安稳一生, 何必? 陛下, 我抖着胆子打断她, 陈女生在边关长在军中, 得父兄教会, 募见边境百姓之极苦。 苦寒魔力, 胸有秋贺, 又怎干困于规格? 此即若成, 北境再无突厥滋扰, 此若即败, 玉门关外还有我父兄镇守。 陛下深深叹了一口气, 凉久才道, 好, 既然如此, 就让你去试试。 陛下洪亮答道, 似是终于下定决心, 只是我且问你, 此去若有闪失, 若有闪失, 便已身殉国。 肝脑涂地, 笔食的我, 一腔热血, 引兵难凉。 想好了, 陛下半真半假地问, 我重重点头掷地有生, 百死不渝。 等我出宫时, 东方的天已经微微亮了, 一轮红日书院跳出天幕, 煞时间天地洒满霞光。 我没有回江军府, 而是转道去了东宫拜见娘娘。 我送给娘娘一个锦盒, 盒子里装的是我在御门关时 用整整一盒冬珠, 从西域铸造大师那里 换来的一支玄铁枪头。 然后去和小玉告别, 这次没有办法陪她去春搜了, 不过我送给她一本遗书。 最后又告诉她一件事, 那是大哥曾告诉过我的道理, 你可以和那群狐狸生活在一起, 但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头泥, 然后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里, 从此刻起, 今生我与东宫再无瓜葛。 但是, 我会在他们看不到的角落里, 用生命捍卫他们的人生。 即使无人知晓, 即使银业不休, 为娘娘, 为东宫, 也为了苍生。 陛下搁置了阿史那联姻的提议, 邀请阿史那与部下参加我朝春搜, 联姻之事, 可以等到春搜过后再讨论。 春搜的日子很快来到, 我目送父兄披挂上马前去围场。 父亲沉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福尔长大了, 今后的路要自己走了。 我看着父兄的背影深深知晓, 此一别要想再见, 却不知要等到何年。 永宁二年, 春搜。 右萧为将军谢忠, 在狩猎途中摔下马背, 引发救急三日后不治身亡。 在父亲的葬礼上, 我听到父亲昔日同僚皆在叹息, 谢将军一死, 今后北京要仰仗何人啊? 阿史那阿巴也前来吊咽, 他是亲眼看着父亲坠马的, 对父亲的伤势最为清楚, 不宜有他。 他吊咽结束后来到我面前, 只说了一句, 节哀, 珍重, 我安静地向他还礼, 看见他不曾多疑, 才松口气。 父亲大恋之后, 哥哥们奉旨启程, 继续守护玉门关。 我则被陛下赐去灵爵寺修行, 替赴祈福。 因在丧妻阿史那阿巴的求亲, 也只能搁浅。 陛下签下了两国友好合约, 并赐金银绸缎无数, 牛羊上千粮食数万石, 打发阿史那阿巴回突厥去了。 突厥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狼, 他们折服在我朝西北平日里不声不响, 可一旦他们感到饥饿, 就会伺机而动, 冲向我们的羊群, 咬断他们的喉咙, 啃食他们的内脏。 陷下的示好, 只不过是他们有了更强大的敌人, 权衡之下的选择罢了。 等他们一旦有了机会, 势必还是会反扑回来。 而这一次, 绝不能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所以, 虽然我人在灵厥寺清修, 但一直都在密切关注西北军事。 直到三个月后, 边关传来密信说 谢家军意图不轨密谋造反。 陛下发出密令, 急召大哥回京, 大哥不从, 便被谢职庭任, 圈禁在了府中。 只等陛下派人将他压记进京。 虽然这罪名子虚乌有, 但谋反之名非同小可, 必须查明。 朝廷焦头烂额, 一时间朝中动荡军中惶恐, 西北军防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冲出了一个缺口。 数十日后, 又听说大哥在压界进京的途中打伤了官兵逃窜了。 陛下震怒, 将其他几位哥哥全部打入了天牢, 并查封了京内的将军府。 将军府的书败们全都被打入牢中, 听后发落。 而我在灵厥寺似乎被朝廷遗忘了, 所以才能幸免。 但现在也开始坐立不安,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就看阿什纳阿巴会不会像上一世时有所动作了。 这日入夜, 我正在床上休息, 突然有人翻窗而入, 我警惕坐起。 什么人, 我暗中摸向床边挂着的攻合剑。 六郎别怕, 是我, 周然说着点燃了屋内的灯。 我定睛一看, 果然是周然, 洋装惊讶道, 周然, 你怎么来了? 将军被人诬告谋反, 六郎可听说了。 我点点头, 不动声色道, 大哥不会, 轻者自轻, 朝廷自会查明。 这一次不一样, 将军这次是被人陷害的。 对方是有备而来, 证据确凿, 不然将军也不会在压界进京的途中逃走了。 现在将军不在军中, 二郎他们又被打入牢中, 现在只有您能救将军了。 我该怎么办, 我开始慌张起来, 周然抱权失了一礼, 请您跟我回御门关, 调查真相, 还将军清白。 可, 六郎, 现在陷害将军的人现在还在军中, 军中除了您以外, 已经没有将军可信之人了。 末将正是奉了将军之命前来, 请您的。 我不经意间, 瞥见了窗外的隐隐绰绰, 才放心地对周然说, 好。 然后收拾行李, 跟周然趁夜离开了长安。 出了长安城之后, 不出所料, 果然有一支胡人商队在接应我们。 周然说, 跟着胡人的商队能够掩然耳目。 我看着这些前世曾经出现过的面孔, 心里五味杂陈, 这一次他们很幸运, 一个都不用死了。 这一次, 我自愿跟他们走, 我跟着他们一路北上, 过了黄河畅通无阻, 来到了沙州, 可并没有回将军府, 而是去了一处偏僻的远郊, 周然说, 这里有大哥被诬陷的证据, 他把我框到一处僻静的宅子里, 等我再次醒来时, 已经在突厥人的毡房里了。 见我醒了, 一旁的吐厥女郎连忙倒了一杯马奶, 示意我喝。 我抓起杯子, 就往地上砸去, 周然呢, 让他来见我。 那女郎听不懂汉话, 只是惶恐地摇头, 然后退了出去。 不疑会有人掀开帐篷走了进来, 来人高鼻阔口, 一副胡人长相, 却比一般胡人多了几分清秀, 我定睛一看, 正是阿史纳阿巴。 怎么刚醒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阿史纳笑一叮地说, 周然呢? 我要见周然。 一兄怎么会在我突厥帐中呢? 一句话就到破了他与周然的不同寻常。 一兄, 我有些狐疑, 为何从未听周然提起过? 怎么? 我一兄没有告诉过你, 他是在突厥人的帐篷里长大的吗? 怪不得, 怪不得上一世, 周然会帮他设计我。 快放我离开, 我要回玉门关, 我站起来立声说道, 是你们招待不周吗? 怎么女郎刚来就要走? 阿史纳冲一旁的使女说道, 使女惶恐地摇头摆手。 阿史纳含笑晃脑, 大喇喇地坐下, 自顾自甄满一杯马奶喝了起来。 我急不走到阿史纳面前拔下头顶的发簪, 抵住她的喉头, 废话少说, 快送我回玉门关。 阿史纳面无巨色, 不以为意地把玩着手里的杯子, 我富汗有十三个儿子, 死了我一个倒没什么的, 只不过你若死在我突厥账中, 可就苦了你几位哥哥咯? 什么意思? 你难道不知, 你们的皇帝陛下怀疑你几位哥哥要谋反吗? 阿史纳满不在乎地拨开我的发簪, 自顾自序了一杯。 这是我们谢家与朝廷的事, 还轮不到你们突厥人来插手。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 你们谢家是真的要谋反呢? 说吧举杯要饮, 我一把拍飞他手中的杯。 你胡说? 阿史纳满不在义地笑了笑, 如果我说, 我是得了你大哥的请求, 才将你绑到突厥的呢? 你胡说? 我谢家就算要造反, 也不会与你突厥勾结, 谢家世代忠肝义胆, 而金上仁德, 天下艳然。 无缘无故, 怎会造反? 还与外邦勾结? 勾结一帮, 那就不是造反了, 那叫叛国。 你父亲已死, 你的兄长们又不得皇帝信任, 被人用了一点雕虫小技, 就背上不轨的罪名下了大雨。 现在谢家军群龙无首, 军权旁落。 你说, 会有什么下场? 听了阿史那一番话, 我不由得心惊胆战。 这才明白, 原来玉门关是真的有人要造反, 怪不得父亲当时会那么轻易同意我的计划, 原来是想借此引出幕后异动之人。 父亲是想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这是我朝内政与你无关, 你绑我来, 到底有什么目的? 目的? 我不是很早之前就已经说了吗? 阿史那笑意不减地看着我, 绑你来做我的小女奴啊。 我带着目的来到突厥杖中, 可不是为了和阿史那打口头官司的。 之后我试过几次逃跑, 当然不是真的为了逃跑, 而是为了确定突厥王杖的大致方位。 有一次, 我从牧民那里抢了马, 足足跑了三天才被他们追上。 就是那一次, 我彻底才确定了突厥王杖的大致位置。 我用石头朝突厥王杖的方向 摆出了一个不起眼的标记, 然后匆匆将他们往另一个方向引去。 但是这一次追上我的不是阿史那阿巴的人, 而是他的哥哥阿史那哈治。 哈治出门打猎, 正好碰到了出逃的我。 我与哈治有些过节, 所以,即使时隔多年他还是一眼, 认出了我。 哈治和他弟弟阿史那阿巴不同, 他长得十分魁梧粗犯, 放声大笑的时候, 简直叫人震耳欲聋。 他把我抓到他的帐篷里, 准备砍掉我的双手, 让我去做喂马的奴隶。 虽然我不懂砍掉双手, 我还怎么喂马, 但显然此刻最重要的是拖延住时间, 保住我的双手, 等到阿史那阿巴来救我。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不会说突厥话, 我听得懂, 但是不会说, 而且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听得懂。 我被捆着双手, 哈治的武士就来抓我, 我只好借着灵巧伸手, 四下闪躲。 我将哈治的帐篷搞得一团糟, 还趁乱挟持了他一名美姬。 虽然双手被赴, 但在他们绑我时, 我留了个心眼, 按照大哥教我的方法, 双手攥拳, 暗中向外吃力, 为双手留下了活动的空隙。 所以,双手即使被绑, 也不妨碍我拿着刚刚他们, 用来切羊肉的刀子, 抵着那胡姬羊羔一样娇嫩的脖子。 眼看我就要划开那美极漂亮的脖子, 哈治果然慌张失措起来, 甚至被逼出了几句不大流利的汉话, 别,别, 刀子, 下来, 下来, 我玩耳一笑, 早就听说, 哈治生性风流又吝啬, 有三十几名美妾。 妾通买卖, 她的每一名姬妾, 都可换上上百只牛羊, 她当然舍不得它们死。 我割断了手上的绳子, 解放了双手, 但手中的小刀, 却从没有离开那胡姬的脖梗, 我一只手拿刀抵住她的脖子, 一只手示意她们不要轻举妄动。 那胡姬比我高了一个头, 挡在我面前, 刚好可以为我躲过她们的暗算。 哈治抓到我本就是误打误撞, 她可不想为了我损失上百头牛羊。 僵持之下, 只好去派人去请阿什纳阿巴。 阿什纳阿巴用三百头牛羊和两名机械 从哈治那里赎回了我。 离开时, 我冲哈治轻蔑一笑, 彻底激怒了她。 阿什纳阿巴在马背上朝我伸手, 我看着哈治愤怒又不甘的神情, 又朝她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十足的挑衅, 然后借力灯安上了马。 阿什纳阿巴拉住我的胳膊, 放在她的腰间, 然后策马跑开, 我再一次回头, 哈治果然暴怒, 夺过随从的弓箭, 就朝我的后心射过来。 我拉过阿什纳阿巴手中的缰绳, 躲开那一件的同时, 丢出手中的小刀。 锋利的小刀从我手中飞出, 擦过那胡姬的脸颊, 插在了哈治的胸口。 但我心里知道这距离太远, 不足以致命, 我也没想要她的命。 阿什纳阿巴和哈治本就关系恶劣, 经过这一次后, 更是水火不容。 因为哈治的那一件, 事后她不仅没有得到 阿什纳阿巴许诺的牛羊, 姬妾, 还因我无意中伤了那胡姬的脸, 原本能换百只牛羊的女人, 现在最多只能换到三五只了, 更别说她自己还因此受了伤。 阿什纳阿巴本就是她捍卫最大竞争者, 又是突厥汉王最出色的小儿子, 深得汉王喜爱。 16岁那年, 在突厥大夜户之乱中, 独自一人逃出重围搬回救兵, 汉王才因此在叛乱中得救。 所以年少气盛, 自恃不凡。 阿什纳哈治早就不满 阿什纳阿巴的嚣张气焰了, 偏偏又每次在她身上跌了跟头。 怎么不挠? 怎能不弄? 所以, 即使这次哈治没有误打误撞抓到我, 我也会早晚有一天挑衅到她头上的。 这一次因缘际会倒是省了我不少借口。 阿什纳阿巴为了防止我在逃跑, 要我整日寸步不离地跟着她。 若是我不肯, 她就绑了我的双手, 牵着绳子让我跟着她。 为了少吃苦头, 多谈听消息, 我便不再挣扎, 老老实实跟在她身后。 这日, 阿什纳阿巴心情格外地好, 带着我在草原上漫步。 现在正直出夏, 是草原上最美的季节。 灿烂的阳光, 扑洒在绿色的牧场上, 远处开着大片大片不知名的野花, 蓝色的, 红色的, 蒸汽豆燕在风中尽情摇曳, 羊群在前方的坡地上悠闲地吃草, 牧羊的姑娘用一只短笛吹奏了一首轻快的木鸽。 如果不是突厥, 总是侵犯我朝的话, 就这样生活在这片草原上也未尝不可。 我帮你取个名字吧。 阿什纳突然开口心吃神网地说, 我自己有名字, 我低声抗议。 就叫阿一木怎么样, 阿什纳看似在征求我的意见, 实则已经决定要这样叫我。 那我也给你取个汉名吧, 我沉引了一会, 就叫王清晨怎么样。 王清晨, 阿什纳阿八轻声喃喃着, 这名字不错,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王, 天下所归王也, 清晨的意思就是, 你有主君之能, 本可统帅一方, 不能屈而为臣。 阿什纳听了这话, 沉默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探究。 这时, 有与他相熟的牧民从这里经过, 在马背上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阿巴尔, 这是你的迪利达尔吗? 说完, 一阵爽朗大笑。 阿什纳微笑着冲他点头, 朗日格, 今天你的羊儿有没有被野狼叼走? 那人大笑着骑马远去了, 阿什纳才开口, 如果有一日我做了汉王, 你愿意做我的可贺敦吗? 看着阿什纳认真的神情我不由一愣, 然后断然拒绝, 谢家女儿, 不嫁一帮。 阿什纳了然地点点头, 你们中原人, 就是死板迂腐, 真是好没意思。 就是不如我们草原儿女活得痛快。 我们慢悠悠地并肩走在浅浅的草地上, 风中传来阵阵温伦花香。 我就着暖暖和风开口, 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肯放我回家呢? 趁着此刻他放松警惕, 我得好好套一下他的口风。 别急嘛, 安一幕。 等我突厥的铁蹄踏进御门关内, 你自然就可以回家了。 阿什纳抬眼看着头顶瓦蓝瓦蓝的天空, 语气中不知是向往还是惆怅。 别傻了, 王清晨, 御门关固若金汤。 我闭上眼睛, 感受草原的风从我耳边轻轻拂过, 不由地勾起了微笑。 仿佛, 胜利在望。 什么? 我的声音很小声, 阿什纳没有听清? 没什么,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很快, 阿什纳开始忙碌起来, 突厥王帐中也突然开始人来人往。 所到之处, 人人行色空总, 他怕我察觉到什么, 于是他给了我一百只羊叫我去放牧, 借此支开我。 并且承诺, 在羊儿生下了羊仔的时候就放我回家。 为了不叫他起疑, 我只好答应, 然后我就只好拿起了长鞭, 就跟着牧民去放羊, 草原上的牧民热情善良, 语言不通, 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友善。 他们身体力行地教会了我如何放牧, 煮唇香的奶茶给我喝。 只不过, 我放羊喜欢跑到很远很远, 朝南的那片高高的坡地上去放, 在那里似乎可以摇摇地看见玉门关的城楼尖。 每当这时, 牧民们就会笑我, 用突厥语好心提醒我, 那里已经没有草了。 羊儿要把草皮都啃光了, 但我只是善意地回以微笑, 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只是, 我放了半个月的羊才搞清楚, 阿屎拿阿八给我的一百只羊全部是公羊, 让我等公羊产仔, 它分明就没想放我回家。 我纵身上马, 快马加鞭地冲回她的营帐, 气愤地把马鞭扔在她的暗桌上。 阿屎拿抬眼看到是我, 转怒微笑, 是谁招惹了你, 怎么发这么大脾气, 她放下手中的文书, 让有兴致地看着我。 我貌似无意地看了一眼那文书, 你骗我, 阿屎拿一愣, 我气横横地转过脸去, 你给我的都是公羊, 阿屎拿文言, 哈哈大笑。 好啦, 别生气, 吃个苹果, 说着站起来拿个苹果塞给我, 我知道你吃惯了精细食物, 吃不惯草原的酒肉。 特地从关内请了一位刨厨, 负责你的饮食。 关内来的, 看来我前一阵子闹得绝食, 果然起了作用。 对呀, 会做汤饼, 我继续追问。 约莫会吧, 阿屎拿不明所以地说。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强忍住笑意, 想着阿屎拿一定会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 回去的路上, 一位会说汉话的使女奉承地说, 王子带女郎真好。 我不以为意, 她费尽周折把我绑来, 可不是为了折磨我的。 那胡姬抓着自己两条乌黑亮丽的大辫子, 眼里流转着艳线的目光, 一脸天真的说, 现在可不一样, 马上就要打仗了。 可是王子还记挂着女郎的饮食, 可见王子是真的把女郎放在心上。 打仗? 突厥要和谁打仗? 突厥线下的军资人马都不足以与中原开战, 阿屎拿和林氏绝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向中原挑战的。 是铁了布, 那女郎如实告知。 我了然地点点头。 大漠七零八落, 现在正值夏季草原上牛壮马肥, 各部之间为了木序生长, 储蓄过冬物资, 开始争夺草场和奴隶各部之间争端不休。 想要在这个时候离间他们, 简直易如反掌, 看来大哥他们已经开始行动。 上一世阿屎拿和林花了三年时间, 才统一草原各部, 随后便向中原发起了战争。 这一次, 绝不能给突厥人喘息的机会。 入夜, 我端着一碗汤饼做掩护, 偷偷进了阿屎拿的帐篷, 想找到突厥的军需不图。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偷偷潜入阿屎拿的帐篷。 但是阿屎拿借心很强, 我找了几次都没找到什么太有用的线索。 按台, 箱子我都已经翻找一遍, 没有发现什么机密的信息。 最后我在阿屎拿的坐垫下发现一张羊皮卷, 还没来得及展开, 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 阿屎拿走进来, 看见我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的软垫上, 眼底有不加掩饰的惊讶。 你怎么在这儿? 请你吃汤饼, 我扬了扬下巴, 示意它看向按桌上的汤饼。 阿屎拿走上前去坐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汤饼笑了起来, 用筷子夹起一根青菜,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 青菜是草原上的稀罕物, 你却不爱吃。 若你是生在突厥, 恐怕要吃苦头。 瞬间, 我脑袋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这句话是上一世, 阿屎拿与周然设计将我绑出东宫, 我为了拖延时间在黄河边上吃汤饼, 却不吃菜梗, 阿屎拿出言嘲讽我的话。 可是这一世, 我并没有为了拖延时间在黄河边上吃过汤饼。 那么此刻, 他为何会突然莫名其妙说出这句话? 你, 你说什么? 我凭住呼吸, 强装镇定, 却胸如雷鼓, 狂跳不止。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阿屎拿不打反问。 我攥紧了双手, 不说话也不看他。 怎么样? 汤饼好吃吗? 见我没有答话, 阿屎拿也不深究, 只是风轻云淡地换了个问题。 可我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 强撑着说, 我有些不舒服, 先回帐篷了, 然后迅速起身离开, 咬紧下唇, 才忍住要狂奔地冲动。 怎么办? 怎么办? 阿屎拿阿爸不会和我一样, 重火一事了吧? 我冷静了片刻, 然后安慰自己, 没关系。 就算是重火一事, 也未见得就能猜到结局。 突厥和铁楼部的争斗 持续到了冬天, 草原上一旦下起了雪, 这些靠着草原供养的人马和牛羊 生存起来就更加艰难。 突厥人因今年夏天时 一直在与铁楼部做斗争, 以至于荒废了大量牧草的收成。 两场大雪之后, 草原人就得全靠牛羊过冬。 由于牧草短缺, 牧民们不得不大量宰杀牛羊。 牛羊是游牧韩国的心脏, 大量宰杀牛羊无异于要他们的命。 每到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掠夺。 父劳的中原向来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对于他们来说, 中原是一位富有而雷若的邻居, 他们贪图中原父劳的土地与资源。 他们未曾受过教育, 信仰弱肉强食的法则, 才不管那些伦理与道德。 只是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次, 中原当了针。 几次滋饶过后, 中原与他们彻底撕破了脸, 临兵列阵与他们展开了对战。 阿史纳忙着打仗, 没空管我。 仍知是我去放羊, 只不过直许北上不得南下, 怕我趁机逃跑。 起初他们并没把这次开战当回事, 料定中原兵颓将弱, 就消极待战。 谁知, 这一仗拉拉扯扯, 断断续续一打就是好几年, 突厥一退再退, 三年多来, 我朝已收复漠北大半。 这一仗打了好几年, 突厥军中早已施老兵皮, 斗志为米, 现下便是一举收复漠北的大好时机。 这些年, 我安心放羊又远离突厥王杖, 种种表现麻痹了阿史纳, 他渐渐对我放下了戒备, 不再找人监视着我。 却不知多年来, 我一直通过当年阿史纳阿巴 从关内请来的那位袍丁 向中原传递消息。 这次大哥带来军令, 要我去说服铁乐部三天后 与我们合为突厥。 于是趁着夜色, 我溜出营帐, 骑上一匹快马, 手持毛羯奔向了铁乐人的帐篷。 并且在离开之前, 放了一把火烧了 他们的粮草和军须。 说服铁乐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何况他们从来就不信任中原人。 于是我告诉了他们, 这四年多来, 我是如何折服在突厥人的帐篷里, 如何挑唆阿史纳阿巴 与阿史纳哈治, 使他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又如何利用羊群 一次又一次与中原互通消息, 我是如何精心布局 一步一步将突厥 引到线下这般田地。 我身为汉人被困在突厥人的营帐, 所能做的实在不多, 但走的每一步, 都是可以将突厥推向深渊的险棋。 突厥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铁乐部只需向中原天朝第一把刀, 表示一下诚意, 就可以变成天朝的好朋友, 好邻居。 但是如果铁乐部不肯与我们合作, 我们也不会介意 把铁乐变成下一个突厥。 铁乐十三部的首领商议了一整夜, 在东方扶晓之时, 终于决定愿意与中原合作, 合为突厥。 口说无凭, 我建议他们将十三部的联名战书交于我, 由我带给中原可汗。 这样一来可以表示他们的诚意, 二来也好做个凭证, 以防他们临阵倒戈。 只不过, 后面这句话我没说, 铁乐部在座战前准备, 召集兵马, 准备向突厥王丈合为。 我向他们借了一名小族城快马去向大哥报信, 告诉他, 铁乐人已经答应要与我们合为突厥。 而我则又翻身上马, 转回了突厥营帐, 我远远地下了马, 卸下了马鞍与龙头。 爱怜地拍地拍马背, 好马儿, 讨命去吧, 马儿不安地低音两声, 朝着远方扬提而去了。 看着绝尘而去的马儿, 我沉下心来, 抱着必死的心情, 一步一步朝突厥王丈走去。 突厥营内人仰马翻, 众人手忙脚乱在救火救伤员。 明明最后一战还没有来临, 他们却已经筋疲力尽, 神情欺然。 众人看着我一步步走来, 我看到那些曾经熟悉的, 友善的面孔, 现在带着愤恨, 失望, 厌恶的眼神定定地看着我。 甚至有孩子向我扔石头, 我认得他。 一起放羊的时候, 他给过我养奶喝, 抱着他的妇人曾为我缝制过胡球。 角落里额头被烧伤的那位武士, 救过我的命帮我赶走过狼群。 我和这些人吃过一口锅里的牛羊肉, 喝过一只杯子里盛的呼迷丝。 我们一起围着篝火跳过舞, 他们曾用草原的馈赠招待过我, 说我是他们最尊贵的客人。 可我却烧了他们的帐篷, 遭见他们的粮食, 毁了他们的家园。 而他们只是定定地看着我, 什么也没做。 我穿过人群, 找到阿什纳阿巴, 阿巴纳拿刀指着我, 痛心疾首愤怒地说, 你竟还敢回来,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突厥要完了。 阿什纳, 投降吧。 你休想。 我突厥子弟宁死不降。 不到最后一刻, 鹿死水手还未可知呢, 阿什纳的刀, 因情绪激动, 又往前递了一寸, 划伤了我的脖子。 你现在投降, 不但可以保全突厥一脉, 还可以当上汉王。 我看着怒气冲冲赶来的 阿什纳哈执, 故意说, 我早就料定他会来, 他时刻都想抓住 阿什纳阿巴的把柄, 绝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只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一次的龙莽, 会要了他的命。 哈执听到此话果然暴怒, 提到砍向我和阿什纳阿巴。 我一个错身闪开, 阿什纳阿巴举刀招架, 与阿什纳哈执打了起来。 阿巴尔, 看看你的女人, 给我们韩国带来了 多么大的灾祸。 哈执, 大敌当前, 你我兄弟切不可在内斗, 阿什纳一边抵挡哈执的攻击, 一边劝慰道。 好, 让我先杀了这个女人。 我们兄弟在共同抗敌, 哈执说着, 就想拨开阿什纳阿巴, 大刀向我劈来。 我早已举起攻打好剑对准他, 阿什纳阿巴举刀, 去挡哈执的攻击, 我看准时机拉满弓了, 射飞了哈执的刀, 阿什纳阿巴的刀挡了个空收不住时, 猝不及防地就这么滑向哈执的脖子。 顿时鲜血如崩, 哈执尔魁梧的身躯轰然倒地。 哥哥, 阿什纳阿巴目瞪口呆, 丢下刀抱住哈执尔的身体, 泪流满面。 哈执尔张着大大的嘴巴, 鲜血不断从他口中涌出, 涅如着什么都没能说得出, 就咽了气, 只是睁大了眼睛不肯闭。 我只是装作漠然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因为这结果早在意料之中。 阿什纳痛哭不止, 追悔莫及。 哈执尔虽然为人鲁莽, 但在战场上却不是为一员猛将, 十分骁勇善战, 是一位很让人头疼的敌手。 所以这么多年来, 阿什纳和林虽然明明更主义 阿什纳阿巴做他的继承人, 却迟迟不肯废除哈执尔。 殊不知, 这一举动却加深了阿什纳阿巴和哈执尔的矛盾, 使得多年来兄弟俩明争暗斗士如水火。 突厥现在是强敌压境又痛失猛将, 现在可以说是穷途末路, 胜算全无了。 我站在一旁并不说话, 直到阿什纳阿巴缓过了悲痛, 他双目通红, 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终于知道你回来做什么了, 然后便吩咐人把我绑下去。 投降吧, 王清晨, 为了这些牧民, 你杀了哈执尔, 你富汗是不会原谅你的, 哈执尔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阿什纳抹了脖子, 虽然是我做了推手, 但在旁人眼里, 这只是一场意外。 终究是他们兄弟相争, 措手伤人。 哈执尔死在我手里, 除了阿什纳阿巴和我, 恐怕连哈执尔他自己都不知道。 阿什纳和林生性残酷, 年轻时曾一日斩杀三子, 只因为他们兄弟不和, 互相构陷。 老年稍有收敛, 却也一直对他与哈执尔之间的 民争暗斗略有不满。 这次哈执尔死在他手上, 说不准和林就会因此厌恶于他, 使他错失捍卫。 而现在情势危急, 突厥还能不能继续存在都未可知, 如果突厥就此消亡了。 他的雄心壮志, 他要一桶大漠继续南下的野心, 都将化为泡影。 他想做汉王, 必须先要保全突厥, 才能以图后续。 我和阿什纳阿巴相处了四年之久, 几乎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 我太了解他了。 你有办法就突厥, 阿什纳阿巴绝望地闭上眼睛, 自欺欺人地问。 他明知道, 从此以后, 突厥将再无反扑的机会, 但他此刻又不得不相信我。 后来阿什纳阿巴带着几名亲信, 冲进他富汉的帐篷, 拿着刀逼他扇位, 然后以突厥新汉的名义, 写下详书将表, 交予我呈给陛下。 于是我终于能够脱下狐足衣着, 我就是跑。 换上故国的衣裳, 踏上归城。 我骑上一匹快马, 直奔我军营地, 却被卫兵拦在了军营外。 站住! 什么人! 我要见你们主帅, 就说是谢家六郎来了。 什么六郎不六郎, 分明是个女子。 快走快走, 军营种地, 闲杂人等速速离开。 我愕然一愣, 他们竟然不是谢家军。 你们主帅, 难道不信谢? 快走快走, 卫兵已经有些不耐烦, 挥手就来赶我。 正在我与卫兵纠缠之际, 远处传来一声惊喜的小先生, 我抬头对上了一双好看的眸, 是一位白袍银甲的小将军, 英姿勃勃, 以表堂堂。 他朝我灿烂一笑, 便足下生风地朝我走来。 走近了, 我才瞧出他眉眼中有娘娘与殿下的影子。 原来, 是小玉。 阔别近十年, 我竟几乎认不出小玉如今的样子。 小玉急不走到我面前, 卫兵向他行礼。 他却朝我作医, 恭恭敬敬地称了一声, 小先生, 我几乎要掉下泪来。 眼前的这个人, 他曾是我最疼爱的人, 是我的弟弟我的儿子, 是全天下与我最亲近的人。 他的母亲, 他的父亲, 他的弟弟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最重要的牵绊。 而我只能听他惊喜而生疏地唤我一声, 小先生, 而我却只是为了这个, 便一个人守着所有故事, 在那极寒极北的地方, 放了四年的墓。 我垂下谋连起所有情绪, 收起所有好奇, 快带我去见, 我忽然想起, 我并不知如今军中是何人主帅。 小玉却好像知道我要说的, 拉着我就朝军营走去。 他牵着我的手, 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在东宫的那个时候, 那时我还年轻, 耳边是温和的风。 小玉带我直接面见了陛下。 原来半月前, 陛下悄悄来了边境, 为了见证我们与突厥的最后一战。 所以当我献上铁了十三步的战书, 和突厥的响表时, 陛下比想象中的还要开心。 当即下旨为谢家平反, 封父亲为钟永后, 大哥为义军后, 谢家忍辱负重近五载, 终于换得了一门两后, 荣耀无双。 至此, 谢氏一族在军中再也不用隐姓埋名。 后来陛下又在突厥故地先后设立多个都护府, 加强近北管制。 自此, 海燕和亲天下太平。 而我则留在边关随二哥四处行医, 一生在位踏足京城。 后来, 太子殿下当上了皇帝, 在位八年后驾崩。 小玉做了皇帝, 娘娘变成了太后, 小玉也娶了妻, 生了子。 再后来, 就连娘娘也去了, 我便再也不关注京中的那些事。 那座皇城, 终究是困了他们一世又一世。 我也终于明白, 有些事, 中非人力可以更变。 直至二十六年后, 小玉也去了, 我才再次踏上了回京的路。 听说小玉病到最后时, 已经糊涂, 非要拖着病体, 回东宫找一处又是玩耍的山洞。 回去的时候, 手上多了一封信, 最后, 她流着泪捏着那封信, 去了。 陪伴她一生, 为她生儿育女的王皇后哭着掰开她的手, 才看到了那封信的内容。 信很短, 只有一句话, 若逢春风细雨, 便是我来看你。 我站在关道上, 想搭一辆车去京城。 一位好心的年轻人, 驾着牛车, 搭了我一程。 牛车摇摇晃晃, 她热情地与我攀谈。 大娘, 您怎么称呼呀? 从哪来? 去京城做什么呀? 我看着眼前的春回大地风和景明, 悠悠叹了一口气。 我姓谢, 来自玉门关。 我来收一位, 故人尸骨。 全文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看小说。